首先來看到蔡英文當選新任總統 她在故鄉屏東方寮鄉封港老家的錄影 已經從主席改成總統 頓時成為觀光景點 而鄉親都很高興 不但期待蔡英文過年能回去發紅包 更是在蔡家古厝放鞭炮慶祝 拿出一長串鞭炮準備慶祝 蔡英文當選總統 故鄉屏東封港的鄉親欣喜若狂 蔡家古厝屋內屋外都有花蘭喜氣洋洋 錄影更在當選當晚 立刻從主席換成總統 選前最後一星期掃街 蔡英文就是從封港出發 歸施北伐 如今封港搖身一變成為總統故鄉 清晨就有遊客搶頭鄉參觀 而春節即將來臨 當地鄉親也希望小英 能回屏東發紅包 大選過後也有團體預約包車參觀蔡家古厝 蔡英文成為新總統 讓這個南台灣的屏東小漁村 至少未來四年成為當地熱門的觀光景點 雨點TV潘信中旭 維穎之剛 屏東報導 臨時請來臨時為您的計畫 價值指摩 var 今次謝謝 năm 臨時 快 北